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跟各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的朋友 接到一个卵巢癌的患者 他一年前 西医判断就是卵巢癌 然后必须要经手术 然后还要化疗 那这个患者都照医师的模式做了 然后做的过程中痛苦我们就不说了 那勉强熬过来之后 他以为没事了 结果一年左右他去检查又复发了 那复发了他就问原来的医师 你这一次在帮我治疗 能不能保证我从此就不再复发 医师敢吗 不敢 医师回答你 不行不行 他不敢 其实患者很多幻想 他以为割了化疗之后就不再复发 才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你问一百个医师 一百个医师都会摇头 都不敢保证 那这样证明一件什么事 手术化疗必然会复发 这才是答案 你根本不用问啊 但很多患者就是 根本连这个也不了解 所以问了当然没有答案 所以到最后找到我的朋友 那我的朋友就会用原始点 虽然他是西医的 但是他还是相信原始点的功效 好 那患者来的时候 癌指数已经一百多了 经过他治疗一段时间去检查 竟然从一百多一路飙到一千八 那患者很紧张啊 为什么给你治疗会一路飙哦 这个不是很危险吗 那我朋友只问他一件事 你现在体力怎么样 他说不错 他说不错那就不用担心 回去继续用 好 再隔一段时间他去检查 变成三千八 哇 这时候更紧张了 那我朋友还是问他 你现在体力怎么样 他说其实还不错耶 而且比以前更好 睡得早 吃得下饭 而且又长肉 然后可以去体力 就是运动场 去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然后跟朋友交谈 跟正常人没有两样 人也没有哪里不舒服 好 我朋友听到这样就更安心了 就跟他讲 反正你癌指数已经飙到这么高了 你要知道 天下事都是物极必反 高到这样 一定会荡下来 所以最后送他四个字 你即将怎么样 匹疾泰来 回家吧 那患者也想 哎 应该是这样 已经都高到三千八了嘛 好 那继续用原始点 哎 再隔一段时间 竟然检查 不但没有降 飙到七千六 都是成倍数在成长 那这时候老大受不了 他的孩子老大就发生 哪有人从一百多一路 治到七千六 这个医师肯定不行快 但是其他弟妹不同意 理由 妈妈在给第一个医师治疗的时候 每天都像病人 但给这位医师处理的时候 每天就像健康的人 可以运动吃饭睡觉 完全没问题 生活品质好得不得了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医师好 好 那这样争论就从此 拍板定案 患者又回到我朋友这里来了 那继续治疗 到第七个月他又去检查的时候 竟然飙到天外天一万二 这下子根本不用说了 老大只有说不用再讨论 哪有从一百多经过七个月 飙到一万二 有众医师吗 患人 那他们想前面两个都是西医 那肯定西医不行 要不我们写个中医啦 那中医一接到这样的案例 就是说这个癌症是热毒 开始用寒凉药来供它 要以毒供毒 好 那吃了一段时间两三个月 竟然怎么样 从吃中药开始 越吃越无力 那每天咽咽一息这样 到了将近第三个月的时候 突然间连大便都拉不出来 那中医师进一步说 这个是便秘 上火了 所以要用寒宫 结果用大王盲宵之类的 你知道那个很猛喔 这一卸下来之后 患者连走路都无力了 哇 他家人一看 这不是快挂了吗 哇 紧张之余就在讨论 重新开家族会议 哇 那这样经过三个医师 第一个前两个西医也不行 后面中医师也不行 那现在妈妈生奄奄一息了 怎么办 他们想一想 要不然轮流好了 实在想不出更好吗 那就轮到第一个医师 那第一个医师接到 那化疗吧 没有什么话好讲 那化疗再两个月 他妈妈就往生了 那往生后他们家属 最后处理后喔 就有一个人终于想通了 去找我朋友 去说 哎呀 这次来是真的要感谢你 因为我比较过三个医师的处理方法 我妈妈在你这里 是活得最健康的时候 但是我不知道 当时候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错 喔 那现在我已经想通了 其实 人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快快热热的活就是对了 怎么会 从转 从离开你之后 他又像病人了 然后直到他死亡 所以他们最后是懂了这个看法 也有深刻的体悟了 但是 在座的各位 你看我刚刚举的例子 年到剩最后一口气 只要断层扫描说肿瘤缩小了 患者还在怎么样 感谢医师 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好转与恶化 所以真正好转与恶化 如果以生命来看 生命的体增最重要表现在体力 你如果体力好就是好转 如果体力越治疗越差 那就表示什么 恶化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我再考你们一题 如果你们发烧 应该也有吃退烧药过 或打点滴过 那打完或吃退烧药完 有时候都会怎么样 突然间体悟 就是人变得很虚 虽然烧也不再烧了 那这时候症状是改善了 但人变虚了 我问各位 这是好转还是恶化 恶化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跟各位讲 这是百分之百的恶化 为什么感冒会死人 就是因为热人耗尽 没有体力才会死 只要有电力 我们的组织器官不会一下子坏 那个可以使用百年的 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坏掉呢 不是像外面的那个零件很坏坏的 我们这里很好使用 爸爸妈妈生给我们的都是 特别好的东西啊 当你们了解治病的目的如果是保命的时候 那一定是先优先看体力 而非看症状的好转与恶化 有时候症状是好咯 但是体力会变差 这种例子多到不行 我们后面还会举例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因此 若能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增强体力 不仅可以延长寿命 与生病时还可帮助修复体伤解除症状 与未病时亦可达到保健防病的功效 至于仪器检测的异常形态与指数 则属果 无法反映热能与体伤的真实状况 跟病症的体力变化 与其他症状的表现无关 故不可在治疗上作为从因解除症状的依据 也不可在诊断上作为病情好坏轻重的凭证 但若从果下手 治疗异常或急性外伤 及其他本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则可参考 我想问各位一件事 你们最近这两三年有去做健康检查的 请举手 这么少啊 你们可能是不是都读了我这个 所以很多人就不去检查了 因为检查的目的 你们以为可以作为健康与否的标准吗 我跟各位讲完全不可能 因为怎么样 我们说疾病的因是什么 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这些检查的不管是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 能不能反映体伤的位置 不可能 他检查出来 也不知道你病症的体伤 是他处还是本处 这检查不出来 那能不能反映热能 不可能 因为热能要反映是看体力 他们不管你体力好不好 所以这些检查的跟你体力是无关的 你体力也很可能很好 但是检查 他说哎呀你一大堆数据都有问题 有没有 这个是不可能反映的 好那既然不能反映体伤与热能不足 那我们说治疗疾病一定要改善怎么样 体质嘛那体质不外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嘛 所以你要重阴改善体质 然后达到治病的目的 你一定要先重阴下手 也就是体伤跟热能 那他既然不能反映体伤与热能 表示他对我们这一套是没有帮助的 也就是我们这一套是重阴解症 不是重国解症 所以跟他的诊断是完全无关的 所以很多患者不知道会拿诊断证明 哎呀医心你一定要看啊 因为我在台北礼拜四都有重病咨询 那重病咨询很多各类的癌症患者 几乎都常常是常客啦 那来有时候他们都会带了一大碟资料 张医心你一定要帮我看 这个对诊断好转以二化 又是看体力的变化 他们也看不出来啊 所以这些诊断报告 对我一点帮助也没有 但是你能不能不看 你一定要看 因为如果你不看患者会说 哎呀你很没耐心 然后你这个医师喔 不是很善意在对待我 就是铺裂了我的感受 所以一般我还是会看 那一般要快速看啊 看完之后 我大部分会这样跟他讲 哎我都帮你看完了 原来他里面指的就是你体伤严重 还有严重热忍不足 一定要回去喝姜汤 因为他对我们没有关 但是你还是要回头跟他讲 重阴解症的概念 所以对于重阴解症 跟病情的研判是无关的 但是这么说来 这些西医的发展 这些检查种种 难道一点用也没有吗 没有 我不是完全否定 我指的是重阴解症是无效 那他有什么效 他重裹下手是有效 什么重裹下手 比如你高血压 你总要量一下子 要不然你每天吃药 你是在吃什么 因为血压高跟症状是无关的 所以你如果说你要了解 这个吃了有没有效 你当然要量血压 所以重裹下手一定要 或是你长肿瘤 长在右边你一定要照 要不然手术万一挖到左边了 不是你倒霉了吗 所以重裹下手必须要照 第二个要照 还有一种叫做急性外伤 比如你断肢了要接回去 或粉碎性骨折 类似这样 那要不要照出来 或是异物啊 刺在里面啊 这些都要 所以他对急性外伤 也必难是要照 还有一个就是本处体伤 也就是我们揉了没有效 他们都是从患处下手 譬如黑角阿嬷 他就照了 有没有 照血管显影 照了确定 哎呀你这个从小腿就流不下来 那这样吧 我可以帮你治疗 然后本处体伤是怎么治疗的 就切掉 他们很干脆的 所以这三种病 也就是异常 还有急性外伤 还有本处体伤 他们怎么样 这个照是有意义的 那对于我们重阴节症 你看我们重阴节症 我们又截人家的脚 不把它割掉 那我们是靠的是什么 补充热人 然后再按推 让他的组织运转顺畅 而达到修复 所以在这样的理念下 是不需要照的 所以两个思维是什么 不一样 其实我讲出来也就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在谈中西医整合的时候 我说是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 道理就在这里 因为两个的思维 根本完全不一样 中医强调的是体质的改变 西医强调的是怎么样 果的改变 一个是强调因 一个是强调什么 果 那自然就不可能整合 所以他们整合起来会 同床异梦 争吵不休 这是我的结论 至于疾病症状轻重的辨别 主要是通过观察症状表现而定 一 病症属局部且位于四肢 如臀痛 腿痛 气痛 怀痛 肩痛 肩痛 臂痛 肘痛 腕痛等 若发作很少 又时间短暂 则属轻症 因为病症陷于局部且很少发作 表示体伤轻微 影响热能甚少 且病症在四肢无危险性 故属轻症 好 我们这里谈的是 疾病症状轻重的辨别 观察什么 观察症状表现而定 但是刚刚是在变什么 病情好转移恶化 有没有 它主要是通过观察什么 体力的变化 所以两者不一样 着重点也不一样 那这里是以观察症状表现而定 好 那我们第一个什么是要轻症 这里写的是病症 不是写症状 那很显然 如果是状的组织受损 它不可能是只有轻症 轻症不可能有状的组织受损 因为状的组织受损 我们从发作的时间来看 状是不是一天都在 有时候破皮疯难啊 破皮流血啊 那有时候整天都这样啊 它发作的时间很长嘛 所以轻症不可能有状的组织受损 所以我们把状排除以外 所以这里写的是什么 病症 好 那病症 这里挤了很多什么腰动腿动 这些为什么是轻症 第一个它是属局部的 而且位置刚好跪在四肢 然后最后一项就是发作时间怎么样 很少 好 这三项如果记准 那我们就确定它属于轻症 反过来说 如果它症状是属多处的 不是局部的哦 刚好多处的 而且它不在于四肢 而是位于头身 然后发作的时间又很平凡或持久 刚好跟轻症环境相反就对了 那这个叫做什么 重症 好 我们进一步来看下面的重症判断 二 症状属多处且位于头身 如高烧 怕冷 头痛 或口窗 胸闷 咳嗽 或腹痛 便秘等 若发作频繁或时间持久 则属重症 因为症状多处且发作频繁或持久 表示体伤严重 影响热能肾剧 且症状又在头身有危险性 固属重症 好 这个很明显 就刚好相反 这个不用解释了 应该看得懂了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三 盖尔言之 疾病症状之轻重 及介于轻重之间的研判 可从症状发作之范围 局部或多处 部位 四肢或头身 即时间 久在于频率 与轻正者相比即可 若三项全同 则属轻正 若其中有两项相同 则属轻偏重 若仅有一项相同 则属重偏轻 若三项全部不同 则属重症 若是重症又体力虚弱 急成重病 除了轻症跟重症 那也有介于中间的 比如说轻偏重啊 重偏轻啊 那又是什么分别 我举于 我的如果是头痛 那我头痛两三天才发作一次 那每次发作的时间 只有十分钟就过了 这样我的头痛是属于什么症 如果你说轻症 我又不在四肢 又在头部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就跟轻症不一样 但是它是属局部的 跟轻症一样 然后发作时间又很短暂 又跟轻症一样 所以它有两项相同 一项不同 所以我的头痛是属于什么 你们看出来 这里有写 两项相同则属轻偏重 好 万一我的头痛 发作很平凡 每天都在痛 然后早上也痛一次 下午也痛一次 每次痛都一两个小时 我问各位 这样我的头痛是属于什么 好 我们来看对照一下 跟轻症有什么不一样 头身跟四肢不一样 对不对 发作跟轻症的发作也不一样 因为它平凡 对不对 但是有一项 它是属局部的 所以它只有一项跟轻症相同 其他两项不同 所以属于什么 哎 重偏轻了 那如果我又头痛 又咳嗽 呕吐 那这样呢 这时候就是重症了 那如果重症又体力虚弱 体力虚弱我们说 症的体力虚弱很简单嘛 有什么行动辞缓无力啊 怕人啊 是不是 还有面无光泽啊 暴瘦啊 肌肉萎缩啊 类似这一类 只要有加进去 在重症里面又带有这样的病症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 重病 那很显然就是重病 所以我们把疾病分成五个层次 最严重就是到重病 那我要告诉各位 到了重病就不好玩了 因为你的体力已经受影响 表示有生命的威胁了 这时候有威胁哦 所以要谨慎了 好 那如果你重病了 还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 甚至是错误的处理 那情况就会进一步恶化 而到险象已现 甚至到命违 甚至都有立即生死之一 那我们又如何来七分呢 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 四 重病之后 若出现头晕 气喘 胸闷 倦怠 怕冷等病症反复发作 甚至每况愈下 且体力愈来愈弱 或急速下降的情况 即表明热能严重耗损 险象已现 虽没有立即生死之余 但短期恐难以恢复 面对此种困境 需步步为营 稍一不慎 就会更加恶化 甚至丧命 详细操作可参考重病的处理 好 这是重病之后 又看到症状怎么样 反复发作 而且体力急速下降 这样情况就是 选项已现 那这个我说的选项已现 代表什么 如果这样的人 以现在西医来看 就是要住院观察 要不然就要进入加护病房 很可能是这样 那我举的例子 有举五个症状 病症 那五个 我如果砍掉前面三个 只有倦怠怕冷 我后面不要写 我们以轻症到重病 光有两项就是倦怠怕冷 这两项它是属轻症 还是重症 还是重病 那常常很容易疲倦 常常喔 对不对 那就是平凡了 对不对 然后又常常怕冷 光这两项 这个已经属于什么 它是多处对不对 头身有没有 有啊 那个倦怠是全身的 哪有说我四肢在疲倦 身体没有疲倦的 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啊 那一定是头身嘛 那很显然它是多处 对不对 也不是局部的 那有两处了 两种感觉了 对不对 有两个病症了 然后再来 这两个病症又代表体力怎么样 虚弱啊 光前两项又是重症又体力虚弱 所以加起来它已经属什么 那个就是重病啦 我只是多写几项 让你们感觉好像是重病了 事实上就是重病 也不要都具体发表 这个就是 那如果减少后面这两项 从头晕气喘胸门 那顶多就是到重症 因为怎么样 看不出它体力虚弱 有没有 前面三项 有没有 反而后面这两项才是怎么样 重点中的重点啦 所以教你们看病 我说第一个 为什么要教你们看三类 第一个 病症的体力虚弱 那那一项要 叫你们多看几次 有没有 道理就在这里 等一下我还会引用例子 你们 最后就会更深刻一点 好 那所以到了这样的程度 确定重病绝对没问题 那重病 结果体力又急速下降 症状又没有改善 那显然已经进一步 更加危险 那就是 显向一线就是 已经有生命危险 因为它严重热能耗损 那如果你在处理不好 情况再继续恶化 会接到命危的情况 甚至到有生死 立即生死哦 很可能短期间 短时间就会刮掉 那我们看他的症状的表现 继续看下去 五 上述病情 若已恶化到 出现面无光泽 食不下 暴瘦 全身无力 气息微弱 身体水肿等 热能即将耗尽的命危表征 仍可以重病方式处理 若又出现 喘促不堪 呼吸困难 而有立即生死之余者 仍应先按推 上背部原始痛点 若无效 可断起 属本处体伤所致 故不可给予解症 再行按推 而应保命为先 补充热源 甚至输养 输血 抽水等 如此处理之后 当耐心守候 静观其变 好 也就是前面 这些症状没有处理好 那这病症进一步恶化到 本来是可能 哎呀只是行动感觉无力而已 到现在已经前身无力了 然后出现的你看 面无光泽 也代表什么 严重热人耗死 然后吃不下 图难间怎么样 暴瘦 我们会不会中病 会不会遇到这种暴瘦的 会啊 很多癌梦患者 也会图难间暴瘦 那都是一个 进一步更加恶化的警讯出来了 然后如果又出现 我刚刚讲前身无力 然后本来是讲话有气无力 现在连呼吸都怎么样 很尾弱了 那生命更加看出来 它已经快到终点了 好 那我早上讲 如果水肿出现 那是一个 生命的极大危险的什么 病症 这个更要小心了 那水肿又出现 那表示 这个是已经命危了 确定这几个症状出现 我就把它断定 这个应该是 再处理不好 很可能刮掉了 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 好 那这个一步一步这样进逼 照理这么严重了 我们方法是不是应该改变呢 没有 我们重病 还是以重病的方法处理 就是该温敷的时间 内外热源要加强的 就要加强 然后该按推的时候就要按推 随着他的病情 那像遇到这种患者 我常常遇到了 譬如他 甚至即便他到了这样 然后又出现气喘 随时因为水肿嘛 又喘 这时候要急救 如果再不急救 有时候喘 你没有把它立刻缓解 有时候喘会不会挂掉 有啊命在呼吸间啊 你如果这些都处理不好 又呼吸 喘触不堪 那可能真的 下一刻就会挂掉 那到命危 其实他已经接近死亡很接近 然后又加上呼吸的问题 呼吸困难 喘触不堪 那就是代表 他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再不好好处理的话 那一般以我的经验是 你按推上背部 还是可以把喘缓解下来 这样的案例我处理蛮多 也就是揉碗一般缓解下来 那接下来就要内外热源 然后鼓励患者运动啊 就是用重病方法 所有都要告诉他 那如果揉了没有效 还继续喘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可以断定 再揉下去也没有用 这时候属本处底下 那我们说治病最重要是要怎么样 保命 而不是再解决他的症状 那保命就是 重用内外热源以外 还要考虑的 因为到生死关头了 如果有下面的这几种 譬如 如果能够给他氧气罩 让他缓解下来 那这时候可以 可以 可以输氧 也可以输血 如果输血了 有些人是血少也会喘哦 严重缺血也会少 严重缺血就是热人也不够啦 他没有办法再 资人这些 组织器官的运转 所以也会 那这时候你要输血 我也同意 好 那这些该做的输氧输血 甚至水肿 也会不会造成喘 也会啊 那如果去给西医抽水 我也认为可行 到了命违 或是有立即生死 这个阶段 都可以配合 这三项 好 不要说一定非用原始点不可 好 那我提出了 如果该做的都做了 你也不要急了 不要说 哎呀我该做了是不是 我再帮他多揉几下 他已经都快没热人了 有时候你越揉 越反而怎么样 越加严重 因为你揉了之前揉了都没有效了 你这时候再揉也不可能有效 本柱底下它是需要怎么样 时间的修复 所以只能做到这样 那静观其变 一般有时候这样做 确实就会慢慢恢复 那慢慢恢复 我们又可以帮他慢慢调量 不是说到这样一定会死 像这样的患者而救起来的 我们也都救过 也有很多成功的这样案例 所以到了这个真的是 一步步都是 好像在悬崖断壁中在行走一样 很可能稍微脚步不剩就跌落下去了 万丈生烟而粉身碎骨 所以到这里确实是危险 好 到了这个境地 如果你在处理没有改善 那接下来就是准备怎么样 送他到西方去了 好那什么症状出现 我们就代表 哎呀 可能他真的我们已经尽到力了 尽人士的也都尽了 只能怎么样 祝福他了 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那什么症状出现 我们就不需要再抢救了 我们看下面 六 若到了张口吐气 不见吸气 眼神呆滞患散 不能表达 则说明热能耗尽 体力不支 大限已至 此时不需抢救 只可温敷 让患者减轻痛苦 保持神志清明 若能根据患者的信仰或习性 善加开导 使其放下尘世所有执着 或意气一声所行善事 而心生欢喜 安详而逝 则是临终一大祝愿 如此即可避免压胸 CPR 气切 插管 电机等浪费大量金钱 却徒增患者痛苦的抢救 也就是到了张口吐气 不见吸气 眼神呆滞患散 不能表达 有时候到了一次 你看 久久才吐出一口气 那好像也没什么吸气 就是很短促的 然后眼神呆滞患散 就是没有眼神 然后也叫他什么表达都不能 这时候真的不要抢救了 该怎么样 准备送他往生了 但是你们放得下吗 如果这是你们的家属 你们放得下吗 放不下 难道要气切插管吗 不要又不要又放不下 难道你要跟他走吗 又不要对不对 我听你们讲 那要怎么办 你们说好了 好 其实真的要放下生死太难 生死这一刻到来的时候 人都是纠结的 然后做孩子的 也不忍心 这样父母亲这样走 所以很多人可能送 医院去器械插管 但是我这里是反对 因为这种抢救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只是让病人更加痛苦的走 所以以期这样不如怎么样 让他好好走嘛 但是你们我知道 可能想不开 像我们基金会就遇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已经到了张口吐气了 竟然还送到基金会来 然后还一直说抢救抢救 我们都知道这个明明就快挂了怎么救 然后还有一次送来的 那个家属一直叫我们的职业 你赶快救嘛 你赶快救 那我们直接看了老半天怪怪的 然后摸他鼻孔 诶 没有呼吸啦 然后再摸他手 原来冰冷的 早就走了 还送过来 你说多离谱 然后来还一直叫抢救 他以为原始点可以怎么样 起死回生 好像每个人都是贬切 没有这样子的啦 那所以遇过很多cas 这件事哦 我以后我相信你们也可能会遇到 这个一定要变清楚啊 不行的不要急着来 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基金会现在的步骤是 遇到这样患者送进来 第一个 我们架起摄像机 全程拍摄 表示我们动口不动手 均止一点 一定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态度 那患者如果说 要求你说哎呀他一直在吐气 能不能用按推 我们说不行 不可以这时候不可以 那能不能温敷 可以 那温敷我们就去帮他微波红豆袋 但记得哦 如果他要稍微翻身 然后放进去这个动作 我建议 由患者家属做 你不要做 你不要傻傻的 好吧 我帮你翻身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然后再翻过来 他刚好没气了 哇 死了 他们一定说明明送进来还有呼吸 结果你这样一温敷 他就挂了 你把他烫死了 你陪我一条人命 你有没有可能 我跟你讲十个子 只要碰到一个 你就回了 所以我建议 温敷可以 你叫他们自己翻身 自己放进去 那你都不动手 那万一挂了 那你也没有事 所以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们没有害人之心 但也要懂得保护 因为毕竟你们都是做公益的 也没有想贪图人家嘛 但是有一些明理的人大概都知道 这个救不活了 但有些不明理的 万一一百个只要碰到一个 你就我看你就完了 你就讲也讲不清了 所以我们大概的做法是这样 那不过喔 其实喔 到了这一刻喔 我还是觉得喔 人本来就应该有 早就要准备 有这一天的来临了 为什么 从你生下来 就注定有一天要走 对不对 那问题 你不止患者的家属 要有这样准备 患者本身 也要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啊 但是我想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办法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即将走 也就一知十字 差不多我快走了 有没有这份能力 耶路王不可能一下子要你们的命啊 他一定会怎么样 发好多讯息给你们 你只是不知道理解这些讯息 所以最后就走 这样突然间就走 你们都会说突然 在我看吧 不对 应该早就有接到很多通知了 说邀请你到 喔 那个阎王殿去走一趟 日期是什么时候 他都会写的啊 写得清清楚 你们怎么会接到这种帖子 而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即将 要赴这个宴会呢 这个太离谱了 所以一定要有这种本事啊 孔子也讲过啊 一句话什么 未知生 厌知死 你死到哪一道 你可以不用去探讨 但是你如果要去探讨 你连现在生 从生老病死什么时候死 都不知道了 现实都不知道 你还在探讨 你以后死到哪一道去 那就不现实了 对吧 所以我想问你们 有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 什么时候死到临头 我已经知道了 好 我看你们 举手也寥寥无几了 表示你们死到临头都不知道 你们是 突然间生下来 然后糊里糊涂的走向死亡 甚至死亡还在害怕的人 好 我想明确的告诉你们 你们应该也很想知道 以后你们怎么死的吧 除了狠死我们不说 自然的死一定有几个症兆 好 好 我开始教你们了 好好听啊 当你们哪一天 年纪大到 行动迟缓无力的时候 就代表 你人生的阶段 已经走到 夕阳无限好 只是尽黄昆 表示你好日子 已经过去了 即将面临的是 长长的什么 慢慢的黑夜的来临 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哦 现在的夕阳 虽然还有一点余光余彩 但是那个已经时间不久了 即将面临黑暗 好 那进一步的 如果你又常常感觉疲倦 然后还有怕冷 这时候我跟你讲 智阳不见了 完全天黑了 哦 要了解哦 这时候天黑 但距离你长眠的时间 还有一段距离 你放心 不会这样就挂了 好 那进一步 如果你在感觉到 哎呀 现在胃口越来越小 越来越不想吃饭 然后突然间越来越瘦下去 然后面开始也无光泽了 然后连讲话有气无力也出来了 这时候我跟你讲 不止天黑了 你距离长眠 已经更接近一步了 好 那如果你在不好好努力 你是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所以你这时候一定要警觉哦 再走下去就距离死亡更近 那什么时候会觉得死亡更接近 到了全身无力 然后呼吸很微弱 然后甚至又出现水肿 那这时候我跟你讲 你距离长眠只剩一步之阳 这时候我建议你们做一件事 交代后事 把子孙交过来 跟他们讲 我们相聚的时间也不多了 好好做人 这些要交代好 然后最后一项最重要的要交代的就是 我万一已经快不行了 你们看到这种情形 绝对不能送医院去 气阶插管 CPR 让我死的不安详 我要死的很平静的走 因为做这些你一定不会平静 因为我们一般都有一个习惯 好死是不是一种福报 肯定是 那你要好死要有智慧啊 万一子孙因为孝顺你 把你送到医院凌练一方 才让你走 你会高兴吗 肯定不高兴 所以记得到了这个阶段一定要交代 尤其这一件 特别重要 好那交代完了 如果又遇到 呼吸困难喘梭不堪 这个症状又出现的时候 这时候也不用交代 因为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过了 这时候只能做一件事 就是万言放向 准备自在往生 然后你平常遇到生死的关卡的时候 因为终有一天会到来 你也要早就要有准备 才不会慌张 就像我教你们疾病 哎呀什么地 你们现在是轻症还是重病 我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跟你们讲 那到了死亡 我也要跟你们讲 死亡之后的我们稍微谈一下 死不是代表什么都没有 因为你们相不相信因果 相信 那这时候相信就不应该害怕 为什么 因为你们平生做多少好事 做多少坏事 你们心里可是比我清楚的 这时候你们又相信因果 那就是要总算账了 如果你平生做坏事多一点 那你自然怎么样 往下走嘛 那如果做得好一点 平生行山布施也做得够多 那你就准备怎么样 往上走嘛 所以早就注定了 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是吧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真相信因果的人 是不会害怕的 他会很平静的走 因为我知道 我又要去另外一个世界 而也就是我们从生下来 进入这个人生舞台 终究有这么一天会离开 但是来这个人世间 你是基因来的 你刚好你父母亲就这样把你生下来 但是要下台不是靠基因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智慧 要走的潇洒一点 不要要死了 还要叫孩子去把你七切插管 CPR使得很难堪 这是没有智慧的 人家看你这么痛苦的走 人家也会很难过 但你这么痛苦的走 甚至带有更多情绪的走 你下一个舞台的演出 能不能演得好 不可能的 因为你完全没有准备好 那没有完全准备好 你带有很多的情绪 那肯定你下一个舞台 演得比这一次的舞台 会更加难 所以平静的走是一项智慧 我只能提醒 到了这个关卡 不管怎么样让患者往生 太重要 因为如果他带有情绪的走 本来他一生也做了很多好事啊 本来要往上走 但因为一时的情绪一来 暴怒啦或是埋怨啦 种种情绪一上来的时候 他可能会走错路 本来要往上走的 竟然走到下面去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啦会走错路 迷路我们都会啦 那要往那个 生死交接处也可能走错路 那就要让他记得 带有智慧的走 他就知道要往哪里走 他平常他早就有准备了 所以对于不管送他走的人 或即将往生者的 都要有这样的智慧 好 那也就是 我们从早上一路讲下来 一开始我就说 你一生下来就要面对什么 当然要面对死亡 中间过程呢 每天都在面对什么 不是老就是什么 病 然后最终走向死亡 有没有 然后我把老跟病一路七分 让你们知道 你们身体的任何变化 也就 只要你们还活着 还没有死掉 你们身体的任何变化 我讲到这里 你们应该都清清楚楚 我现在是老化 还是生病了 你难道会不知道吗 然后即将死亡 我也跟你们讲 当你们知道每一步 走向哪一个阶段的时候 都清清楚楚的时候 我只能跟你们讲 你们不会害怕 就是协通的原始点 你生病是不会害怕 为什么 当你生的病是轻症重症 你自己一定清楚 到了重病你也一定清楚 你下一步会走向哪里 你也清楚 最会让人家害怕的就是 我下一步 不知道要走向哪里 表示 譬如是你肚子痛 哎呀我在害怕 这个会不会癌啊 会不会死亡啊 会不会怎么样 太多的念头 那些念头都是恐惧的 害怕的 那你如果彻底了解 你根本不会害怕 你知道你死不了 症状不会死的 一定要到严重热能耗损 到命危热能即将耗尽 这个时候才会死 那你们清楚 这个病如果死不了 那一定会 病一定会好起来 这个不快就是这样 哪有说体力好了 那病症不会好 不会的身体本来就有修复了 所以你对疾病是不会害怕的 那如果你也能参透这一点 看破人生的真相 死亡只不过代表 另外一个舞台的演出 那你怎么会害怕 也许另外一个舞台的演出 会比这一世更精彩 你一定会心难的 然后很平静的走 所以这个 当你了解生死的真相的时候 你连死都不再害怕 我认为原始点带给大家的 就是一个智慧 能够看破身体的种种变化 而面对每一个境界的考验 都能够了解真相 而放下它 看破它 然后自在随眼 你才有办法 那不就是人生最大的智慧吗 我们一生要学的 不就是这个智慧 要不然你在这个人世间 还有什么智慧 比这个更重要的 这个原始点 探讨的无非就是 从生老病死 一路讲清楚 讲清楚之后 最终还是要交代 死亡既然这么重要 而且要平静的走 安详的走 那这个又是一个课题了 也就是要了解这个 即将往生者的习性 信仰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信基督教 他一定希望蒙主重召嘛 主来召他回去嘛 让他能够见到主嘛 所以最好就是用他平生的信仰 来让他安详的走 那如果学佛的 那就最好用什么 阿弥陀佛嘛 那你就叫人家来帮他祝念嘛 让他能够哎呀 在佛身中安详往生 因为他知道我即将往西方 还有一点 万一他什么信仰也没有 那这个就要开导了 因为他什么信仰也没有 你要开导 还是要让他平静走 但这个要看他的习性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重情职的人 我就是啦 像我这种人我就比较重感情 为什么 像我太太一生病 那个痛苦我好像就生在我身上一样 那我一思念我就瘦了好几千 我对感情看得很重 所以也是因为我对太太的执着的爱 才能够把这个爱扩张到 爱所有的全天下的 像我情职这么重的人 总有一天 张医师会不会往生 会啊 对 那张医师如果都没有信仰 你们要送我最后一层 你们要开导我啊 让我平静的走 那要怎么开导 绝对不要跟我说 哎呀张医师啊 你就好好走 不要担心 反正你漂亮的老婆 我一定会再找一户好人家 把他嫁掉 你这样一安慰我 我可能就不想死了 我趁我之为 把我最爱的人都要送给别人 我怎么能忍受呢 所以这件事我办不到 所以你们不要跟我讲感情的事 那如果是一个 比较不重视感情的 我看你们就大部分是这样的人 那如果他万一在乎的是什么 名利 他一生就是追逐著名获利 也有这样的人 好那他往生的时候 你开导就不一样了 你不要跟他谈 如果他在商场上很得意啊 又聚集了很多钱财 他即将往生 他明明知道那是带不走的 但是他也很执着他 你不信你看看古代的帝王就好了 他拥有很多的金银财宝 那最后死的时候 他愿意拱手让人吗 他不愿意啊 他竟然还把他带进坟墓啊 陪葬啊 有没有 你不信你挖古代的陵墓看看 都常常会挖到金银财物 就是他也想把这些拥有的 带进他的坟墓 很少人能看得开的啦 这个我太了解了 人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啦 连死都想拥有嘛 甚至有些情感重的 古代的帝王还把老婆一起带走啊 都不可能 好 那我认为看得开的真的不多 你看从古至今我看 比较赞叹的就是像亚利三当 他要走的时候 他就很干脆的跟旁边的人讲 在他的棺木挖两个洞 让他的手伸出来 告诉世人 他即将走开 他曾经拥有的一切 即便到走的时候 也是双手怎么样 空空的啦 带不走 但有这样的智慧真的不多 所以易到重 重那个商场上 结起获得大利润的人 你千万不要跟他谈钱财 你一谈钱财说 哎呀 反正你就好好走吧 你死了之后 反正也带不走嘛 那我帮你布施 做很多功德 他一听啊 肯定又不想走了 我一生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你趁我还没有断气 就想把他拿走 我可能不敢 所以你要这样安慰他 以苦为师 记得喔 以他最苦 那什么是他最苦 身体 这时候他面对身体是最痛苦的 你要告诉他 生病很苦啊 那很苦了 你活一天 痛苦一天 何必呢 不如 干脆想开一点 对不对 早一点走 好好的走 也许下一辈子再轮回 再过来的时候 又换一个更健康的身体 那你不是过得更愉快一点 你这样说服他 他会不会听进去 会 这时候他就愿意了 那等他走了之后 你再把他布施出去就可以了 所以喔 我认为学什么一定要学智慧 原始点就是要让你看破这一切 然后让你从身到死 走的都很平和 而没有带有任何的情绪中 然后即便遇到疾病 或是老 你也有智慧去分辨 而不会颠颠倒倒的 把老当病治 然后病了也不会害怕 即便到了寿命即将尽的时候 你又有智慧看破这一切 那是何等大的福报啊 所以智慧够了才有福报 智慧不够 显然福也不会跟随而来 好那我们变因就讲到这里 我们喔在讲到重病的时候 因为现在都是从理论上把它讲解 让大家了解 实际上到重病的时候 一定要用案例来说明 也就是到了重病 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救得起来 不一定 因为在重病的处理里面 有按推内外热源 还有运动 休息 心态良好 这五项 你尤其运动 休息跟心态良好 这几项如果没有做到 那肯定 你即便按推内外热源 做得再到位 都不可能好的 所以重病处理 一定要患者配合 所以你怎么有可能跟人家讲 一定会好 不可能 但是你也不能说你一定死的 那他真的会死给你看 所以遇到这样的患者 我还是会怎么样 善意的跟他讲 在我的看法 你一定会好 但是你要配合 要让他了解重点在他 而不在意你 那让他了解生命要活起来 他一定要做很多的努力 包括运动啊 观念的改变啊 饮食的改变啊 还有不了熬夜 种种的配合 生命才有办法有转机